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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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杜屋物业Kim 今天帮你看这间四房四次的独立屋 这里会有些列文 楼梯底这个Storage 它是斜的 或者我帮你关心这里就是摆餐桌的位置 2.94就是这个位置 对 6.4的这里 几个百分比 几个百分比 那么干爽的 天花也很漂亮 完全一点污漬都没有 这里有1 2 3 4 4个空间 这个地面是Lemonade Floor 它不是的 它原本是地毯 我要跟你说 不过脱都没有了 你看这碗里有没有 水很猛 今天试试水 这个热水是开不了的 对面 正在做东西 还有这里的木板 你能听到吗 有些压 这里也是 就是这些烈痕 这里有些烈痕 这里有些烈痕 施到上面有些烈痕 这些烈痕有些烈痕 我又坐在这里 让你感觉 坐在这里的感觉 如果包起来也挺正 如果不包 你又要找钱弄 就出外面 垃圾桶就放在这里 倒垃圾就拉出去 刚才上面的窗就在这里 这个Loft的状态是不错的 外面就能看到花园 这扇门 就不太关闭 移动了 可能它的架位 就要移动了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先弄 可以跟它一起 但我亦都会不弄 很多人都会担心 河 会不会 忽定 张上来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通常在河边 都未必一定会忽定 这是一般人的误解 M60的Motorway就是那里 那就会比较近一点 是这间屋的比较不好的 一样东西 好了 帮你看完屋 带你看附近的环境 这个就是附近一个retail part 有人说白人小朋友 放出街玩的区 都是好区来的 雀仔声多个人声 你住哪里 住在屋里面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你躲在屋里面 但是你买一间屋 外面 我觉得那个感觉给你 令到你整个生活 感觉都不同